每年我都会用掉好多瓶防晒喷雾,因为防晒喷雾用起来真的很方便,既适合大面积喷全身,又适合化妆后补喷增强防晒力,可以说是夏日必备了。 今天给大家找的这几个,都是Zui高的防晒标准,SPF50,加PA,加加加加,不管是日常通勤,还是上山下海都足够了,最后还有防水,防晒能力测试对比哦,防晒系数,SPF50加PA,喷到肌肤上是凉凉的,质地是白白的这种,但一涂开,就会立马化水,并且很容易就推匀,不用担心擦完之后,是一块白一块黑的,因为它属于化学防晒。 不是物理防晒,所以不是那种很白很白,像擦了厚厚一层粉底那样,只是有很好的润色效果,其中是BB Lab特别研发的,比单纯的开盘素更容易被肌肤吸收,能辅助改善细纹,柔嫩肌肌肤,补充胶原蛋白,喷雾很细很均匀,味道的话,是有一点点柑橘的清香,不止可以止汗异味,闻起来心情都会变好。 防晒系数,SPF50加,PA,Ajasi是一个专门做户外防晒喷雾的牌子,它家的这款防晒喷雾火好几年了,很多知名杂志都有推荐,我们都知道,防晒主要抵御UBA和UVB,这款,不仅能抵御UBA,UAB,还能抵御近红外线,帮助避免肌肤晒红脱皮,防止晒黑,老化等。 喷雾喷出来如烟一般轻盈细腻,喷到肌肤上凉凉的特别舒服,有舒缓降温的作用,完全没有油感。 总的来说,这款跟Ajasi的白色款使用感很像,想要Ajasi白色款的宝宝可以考虑入这个,防水测试,但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些,喷雾再喷的过程,其实防晒液是有损耗的,做不到防晒乳那么严密的附着,所以一定要喷足够量。 如果长时间在户外,要每隔一两个小时,就补图一次。